女人 这么快就回来了 吃了我做的饭 转眼就不认账了 没吃 扔掉了 你 随便你 没空 招待你 我肯定像当自己家一样 不用招待我 你倒是还挺不客气的 就把这儿当自己家了 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啊 可是我寻思着 我们才认识几个月 也没有这么亲近吧 有些人虽然刚认识 但却感觉认识了很久 你没有这种感觉吗 没有 我洗帮你穿 我帮你洗啊 我不要你帮我洗 那我帮你理受的 我不用 我不用 不用 好了 我来吧 不管你怎么推开我 我都有一百种方式接见你 我们又见了 我们又见了 你好 你说这个是不是就叫 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你住哪儿呀 我就住这栋 我也是二十八栋 这么巧啊 要我帮忙吗 好 那个 会不会有点麻烦呀 不会 就等你这句话了 回来老公 走吧 来 找这一张光靠颜值就能杀人的脸 却一点也不高 还这么温柔 这简直是我理想男主角的标配啊 我是在做梦吗 悠悠小姐 你还没有楼层 你住几楼 十八楼 这么巧 你也住十八楼 我住1808 你难道是 你就是今天的客人 你就是安心的哥哥 我是安心的哥哥 安生 这都是报应你知道吗 都什么设计啊 危机四伏的 还把勺子放那么高 万一哪天忘了关门磕着你怎么办 是你跟这儿相磕 我怎么一点事都没有啊 多怪顾完生 道歉 这是我家吧 你是 艾莉小姐对吧 你就是小八那个相好艾莉是吧 小八是谁 就之前住在安心家里那个小瘸子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你看 我就知道 小三的标准台词 电视剧里都这么演的 我看太多了 我再说一次啊 你要再这样的话呢 我就能报警了 你们零食集团的人 那么喜欢闯别人的家 这种新闻传出去影响 应该也不太好 是你自己不小心 你干吗要怪我哥呀 你扣子 我帮你扣吧 我自己扣 我帮你吧 不要你帮我 安心 不用 干什么 牛 安心这种事情要去房间里做了 不是 哥 刚刚我们 安心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林总 让他打 哥 他 你怎么不躲啊 你拒绝我比他打 我还让我难受 林总 他把姿势去小朋友 他把姿势去做 他在做自然的 服属 烧烧了 疼吗 不疼 我就恨我没把那个混蛋 揍得再狠一点 哥 真的是误会 我都看到了 你还替他说话 不是 我 不是 安心 小巴的腿不是瘸了吗 这怎么 什么情况你们俩现在 我看得稀里糊涂的 外面再给你解释好吗 我来吧 我学过护理 哥 不管怎么说 你打人就是不对的 他欺负你 难道我就在旁边看着 好了 以后不要让我看到这个人 我坚决反对你们在一起啊 我都跟你说了 这就是个误会 因为我的领子 其实我觉得 这也不叫欺负了 他们俩之间相互喜欢 这也就是情侣之间 一点打气骂俏而已 不是情侣 你轻点 让你们不听我劝 要上赶着找人家姑娘 现在可倒好 人家不领情不输 还弄了一身伤 也不是毫无收获啊 只好是个好的开始吧 好了 脑子让打坏了 林总 这次安心小姐 应该原谅您了吧 对着我 谢谢思语什么呢 你们俩开小会了 是不是 痛 痛 你怎么没人给你 领总上药了 药药这种事 我能自己来 这个时候不帮忙 也不要放枪了 痛 痛 不过 还有别的地方 需要消息什么 起不来了 帮帮忙 好 验我这人手挺软啊 你下次再赶这儿 你就死定了 哎呀不敢了 再再再再